近期美国众议院各委员会 通过多项抗中挺台法案 外交委员会通过一项挺台法案 六项抗中法案 金融服务委员会则通过挺台抗中法案 各三项 总共13项法案将在数日后 送交全院进行讨论表决 预料众议院院会将会进一步 针对法案内容进行调整合并等协商过程 让美国对中对台政策能有效落实 并加强国会对美中台美关系进行监督 这无疑是美国各党派对台湾及台海情势的重视 同时打脸了无宗生有的疑美论 深化台美关系已是超越党派的共识 评我六分钟给你新观点 美国众议院近期推出多项抗中挺台法案 法案内容针对经济军事金融货币汇率等 多面向主要目的无非是要确保台湾安全 以及因应中国各种威胁 美国国会更把对抗中国侵略 视为世代挑战 尤其是担忧中国对台军事攻击 今天的评论要来谈谈 这会对中国带来吓阻作用吗 美国对台海情势的重视不言而喻 除了在诸多国际场合中多次强调 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更与盟友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 无非就是要向中国亮剑 警告中国不要自意妄为对台军事恫吓 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外表示 台海爆发冲突 已不是中国基于主权下的内政问题 他强调这攸关全球稳定 一旦中国对台采取军事动作 将让全球经济带来灾难 显然从近期美国众议院各委员会 所通过的法案可以发现 美国挺台抗中的战略越来越清晰 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中国威胁的认知 不但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也开始拉帮结派集结西方势力 来抗衡中国的崛起 尤其是中国有意凸显两大国之间的制度之争 美国一再展现在各领域的国家实力 不但保有在军事实力的地位 更藉由建构排除中国在外的全球供应链 扩大促进经济安全的合作对象 反叛中国借机窃取高阶科技 尤其中国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各种渗透行径 可以说这13项法案对于抗衡限制中国发展 几乎是全权倒肉 从美国众议院刚通过委员会审查的各法案中 可以发现美方已不再对中国采取追进主义路线 直指中国已不能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 因此过去因为考量经济发展 而将政治价值放一旁的认知 已经难以适用当前的国际现况 包括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 维护人道及人权的标准 人民币及汇率的透明化 金融威胁及基金影响力 数位科技与认知作战等 透过立法程序来要求中国必须符合国际规范 同时凸显中国在各领域已构成威胁 美国必须加以防范 除了这些抗中法案 可以间接发挥挺台效果之外 美国众议院各委员会也通过 四项直接力挺台湾的法案 包括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组织 协助台湾因应中国的各种威胁 检视台美交往准则等 都是确保美国对台政策 能持续再深化双边关系的方向前进 换言之 从这次众议院所通过的法案中 可以发现 抗中与挺台是一体两面 除了聚焦在因应中国威胁的作为之外 更要连接到对台政策 美中竞争不只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会牵动着台美关系的发展 值得留意的是 美国国会展现出对台湾的强劲支持 不是只有单纯的呼吁其决议声明 更会落实在国会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沟通 而这包括了立法与行政之间的监督制衡 同时也凸显出 府会之间在对台政策的合作关系 抗中与挺台已是美国跨党派的共识 对美国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台海爆发冲突 所以必须加以防范 中国对台采取武力攻击 特别是强化台湾在军事经济抗衡中国的能力 提供台湾鲜明的武器 同时减少经济依赖中国 方能防止冲突发生 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正好揭示了中国的假面 近期中国表面上针对俄乌战争 表示要谋合促谈 但人与俄罗斯保持战略的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接见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他强调中国与白俄罗斯是国际公平正义的共同维护者 显然中国有意称势强化外部制衡能力 而这不但会深化全球走向极端二元化 民主与专制的对立 更是增添整体形势的不确定性 中国意图借由恶务冲突来豪夺外交红利 及拓展影响力的空间 对台湾来说 美国积极展现出抗中挺台的态度 从国会到政府部门 一再强调美国不会坐视不管 尤其是防止中国武力犯台 为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美国内部针对台美军事经济合作的意志越来越强 而这一方面是要向中国表态 让习近平打消武力犯台的念头 另一方面则是要释出坚决挺台的原则与立场 尤其是台湾内部亲中人士及组织 近期不断操弄以美论的风向 对台警示亲信中国和平承诺的风险 台湾如果选择合中路线 不但有损台美关系 更会让自己陷入中共设下促统的圈套与压力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